好来我们从这个题库本 这个第一页来开始 第二页 来这个是109年的 蒂特三等的考试 他说观察台湾美人 每年稻米的消费量 有减少的趋势 那稻米的总量呢 超过了总消费量的现象 好这个第一个呢 我们从题目里面 我们就要知道 这个QS大于QD 这个我们说是超额供给 超额供给呢 这个现象 当然有一些 刚好这个超额供给 他就是在问你这一个现象 超额供给 这是我们在题目里面 第一个 那这个超额供给呢 会形成这样子的原因 不外乎第一个就是说 好这个 原因可能是这个在增加 或是这个需求在减少 如果他要请你 分析这个超额供给的原因 你看到这一种题目呢 原因你就要从他这里 去思考 所以他可能不是单一一个原因 所以他可能不是单一一个原因所造成的 好 然后呢 他说啊 稻米的供给量呢 好 总产量有超过总消费量的现象 好 所以这个就表明是这样子的现象 那他说同时呢 工粮实际的存量有多于什么 安全存量的情况 第二个 从题目里面 他讲到 有工粮 那这个工粮呢 他就是在告诉你怎么样 这个工粮的意思就是指政府收购 政府所收购的 那政府所收购的 这个你恐怕就必须要注意了 因为我们在实施这一个 就是说政府有收购的情况 我们说一般来超额供给所形成的原因 这一个 可以解决的方式呢 我们说第一个 保证价格收购 政府可以采行的方式 保证价格收购 第二个 价差补贴 价差补贴 第三个是凭准基金 好 那这个呢 他有讲到政府收购量 所以他已经在暗示你说 好 那我们所采取的方法就是这一种 这一个 因为有收购嘛 对不对 好 那他说啊 实际的 所以你这样子从题目里面 你看像这个109年地特三等 以他考试的题目来说 他描述的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你自己要把你的内容一直不断的去扩大 这样子你才能写的比较完整一点 然后呢 他说多于安全库存量 工粮跟这个安全库存量 这两个 他说基于此呢 请分析稻米供需不均衡的原因 并说明改善 就是说 请你说明原因 然后再来说改善的方式 这个是现在喜欢考的 所以你面对这种题目呢 第一个他就会问原因 形成 原因 所以你在这个 自己在作答的时候 你要朝两个方向 第一个 形成的原因 第二个 你要连带怎么样 解决的方式 要一并的去把它记起来 解决方式 因为考试就很喜欢这样子 一个题组这样子一起考 这是一组 这样子 好 来 那这个呢 第一个 就是说 稻米会形成这种 超额供给的情况 第一个当然就是 你可以从这个 供给面跟需求面 我刚才讲的 供给面跟需求面 所以供给面的话 主要就是什么 保证价格收购字 所以供给面 所造成的原因 第一个 供给面 S 当然他就主要的是因为 保证价格收购 只有保证价格收购 我们才会去收购 你才会有 那个 供给面的情况 所以这个 保证 价格 收购 所以产生 供给会增加的情况 这个是在供给面 所形成的 那这个 当然 保证价格收购呢 就会导致说 我们的农民怎么样 就会拼命的 想要去把他的产量 给扩增 因为 反正多生产出来的 政府就会收购走 那这样子的话 来后面有一个 要把它花起来 会造成农业资源 使用无效率 就是说农民呢 他的这个重点呢 他会把它放在 就是说 好 那我就拼命增加产量 增加产量 是他的目标 就是增加产量 对于攻击者来说 增加产量 那你的目标 如果是放在这里的话 就会导致 这个资源的使用 缺乏效率 缺乏效率 它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呢这个是 在你的攻击面 所会产生的原因 那我们有把这个 实际的状况 就是说 在2019的时候 稻米的产量 是143万公吨 这个概念要有 然后需求呢 大概只有120 所以从这里 你可以知道 你的攻击 大于你的需求 产生超额攻击 而超额攻击的数量 143减去120 所以大概有 23万公吨 多出来的 那他告诉你说 啊 公禽面就是因为 你这个 保证价格收购 所以人家多生产出来了 23万公吨 这是第一个 哦 我 都在这儿 二位 都在这儿